瞭解轉型的部分 如果這邊要把這個5轉換成 這個自創5,要變成數字5的話 中間一定要加一個INT 這個應該沒問題 如果顛倒過來的話,那就是STR 這應該沒問題,剛剛有講到 那假如說再把它做一個變更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再把這個程式 某部分做變更,哪個地方變更? A的部分,3.2對不對 如果我把3.2一樣 把它變成這樣子 3.2 那當然你現在執行一定會掛掉 為什麼掛掉? 因為它一定 unsupport 又出現這個,有沒有 它其實 不過你那段錯誤訊息 你看久了,慢慢就會很熟悉 因為它都那幾句而已 OK,它也沒有很明確告訴你哪邊錯 它只是告訴你說那邊可能出錯 其實是因為什麼錯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文字 你如果給一個文字要加 文字的五次方 很抱歉,它看不懂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要把什麼呢? 這個INT,我這邊先把它拿掉 這樣其實先 你一樣的部分就是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轉換成什麼? 把A轉換成那個 Float 特別注意喔 你就不能說 你像這邊B的話 是把它INT包起來 有沒有 那如果你這邊把 這邊加INT包起來的話 它結果 執行不OK呢? 執行也是OK的 可是問題執行的結果 它會出現什麼? 這邊出現錯誤 MARU錯誤 3.2 S13.2 INT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浮點 你用INT轉 它不OK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浮點 轉換留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你就不能用INT 你要用什麼呢? 記得喔 Float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Float 記得喔 用Float去轉型 才有辦法把這個字串 轉換留下它的3.2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把3.2的文字 轉換成3.2的話 留下來喔 當然喔 如果你用INT 被人留下3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應該 結果應該就OK了 看一下它結果 它就輸出正確了 也就是說喔 如果你假設呢 轉型的時候 轉給它不正確的轉型的方式的話 那就會出錯喔 所以喔 我們這邊主要學會喔 這個 最重要的三種變數 包含就是字串 跟那個什麼呢 整數的 還有就是小數點的部分 OK大概是這樣子喔 其他的話 請各位再練習一下喔 那另外的話 待會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底下的話呢 就另外一個練習啦 所以請各位另外再開一個 module吧 也許你就再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名稱的話 它會先幫你開個名稱 然後加上存檔的話 也許你可以叫VAR吧 它變數喔 OK 然後呢 我們裡面的話 基本上呢 就產生總共會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五個變數 所以X1到5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個是 字串 那它應該print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也沒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的是第四個 OK 跟各位講喔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最重要的變數型態喔 除了有剛剛的字串 跟那個整數 還有浮點之外喔 其實呢 另外有一種叫所謂的串列 那所謂的串列喔 就是呢 它可以放不只一個資料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可以放什麼 1 2 3 4.3 OK 假設這有沒有四個資料 那你中刮戶把它刮起來的話 它就可以呢 讓你放四個 有點像eSale啦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eSale 一個欄有沒有 你就從上往下一直輸入 就一個list其實 中文翻譯把它翻成串列 不過英文意思就是清單啊 那清單不就eSale一樣嗎 由上往下放資料的道理 有沒有 等於是放四個資料 那只是說呢 這邊可能比較需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裡面的 資料的其中一個取出來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個資料取出來的話 那你將來Printer應該Printer什麼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來囉 如果你要Printer喔 假如說你今天Printer這個 X4的這個出現的話 你把它Printer 你會發現喔 那Printer會是這總共四個全部讓你輸出 便把這個清單全部Printer出來 但是喔 如果假設 我只希望輸出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只想要取得的是第三個資料的話 那串列喔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說 你記得要在這個X4後面加一個中刮弧 中刮弧之後的話呢 輸入多少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當然 一幫我們理解是1 2 3嘛 可是特別注意喔 它的編號是從0開始 0 1 2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得3的話 那你記得這邊要輸入多少 輸入2 OK 那你要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這樣得到的結果 才會是得到3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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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VBA裡面的陣列啦 那你想說 老師那陣列跟串列有什麼不一樣喔 跟各位講喔 如果那個VBA裡面的陣列 或者是Java啦 C++裡面的陣列喔 裡面呢 比如說它放的 如果是那個數字資料的話 整數的話 那每一個都要是整數 對 它不能是 像這個是有整數 又有文字 又有小數點 那在陣列是不行的 陣列的形態是要完全一樣 那串列的話喔 它可以允許 不同的資料型態 可以讓你這樣放 OK喔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 不過你想說 這個地方print的出來喔 你會發現3 可是3到底是文字 還是數字呢 其實你這邊看不到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我剛剛講喔 如果你不確定嘛 你可以加一個type type有沒有 刮弧一下 前刮弧 後刮弧一下 欸 你想說輸入3 到底這個3是文字還是數字 我不知道 那沒關係 你可以在外面發個type 執行 它會告訴你 噢 它是一個string 不過你會發現喔 雖然是string 可是輸出還是3 這樣會讓人家覺得 沒辦法辨識喔 所以如果假設 你沒辦法辨識 那個資料 到底是 是一個文字 還是一個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type的方法 去把它的這個資料做輸出喔 OK喔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因為這個地方 後面就是一個計算 這個跟剛剛有點類似 主要是順便了解一下 什麼叫串列 因為串列非常重要 以後的話 如果你不會串列的話 那將來很多地方 你可能沒辦法寫出 你對應的程式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